有三个人想要问说,千万元现实非公务身份,那近期,就是当然也五年了,加入公务体系系练书国家推荐事务,什么样的心境转变,很高兴能够来高雄分享经验。 我觉得心境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以前加入政府以前,会觉得作为高手在民间,觉得创新的能量很多都是在民间。 但是我加入公务体系之后就发现说,其实公务员是比我想象的创新很多,事实上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半是长永官,另外一半是民间接来的朋友。 但是长永官的这一侧,其实在创新上面丝毫不逊于民间接来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有创造力的朋友,那这个是我在外面没有办法知道的。 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公务员服务法的关系,就是说你跟你职务有关的事情,就是甚至是你用自己的私人设论在下半时间都不能够对外讲你的创新的点子,那最后只能用一个匿名,然后说我梦到了什么,对这个情况。 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大部分的创新,就是当它没有变成政策,它还在所有的逆搞阶段的时候,外面完全看不到。 但是那并不是说大家不创新,可能加安一安、平安、定安全部都很创新,对不对,但最后就冒出一个误案,然后就加一平安都不见了。 所以我的贡献其实这几年来主要都是让公务员的朋友能够在弥搞阶段,就能够跟民间去对话,而且帮忙吸收掉重新的风险。 像我前两天才在总统北黑客送,那总统北黑客送这次真的有很多很棒的团队。 那总统北黑客送里面,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一些号称民间社团,号称民间协会提出来的,但是对公务很有帮助的一些点子。 那但是呢,就是我们一看那个,虽然它不是用标凯提的,那个行为就很像标凯提,感觉就是这么为科长, 选去写的,就可能它抽题里面那个假案已经放冷卷了,一直没有拿到足够的,不管是政治的支持或者经费或者怎么样, 所以,他就去叫给他民间的朋友,来总统北客送提,然后他跟他长官说, 他可以请客一下,或者是あの小英民间的朋友去参加民间的互动这样, 但是等到他真的变成总统北客送前五名,然后小英真的领迈给他的时候, 那他就会冒出来说,这其实是大叔就是我的注意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管是透过脸书的平台 透过参与的平台 透过我们的总统黑客总等等 单排都是让公务人员的创意可以 甚至Slydo也是啊 就是如果你很有创意 但你可以以小样乖乖的身份 来提出这个创意 而不是就是帮这个猫挂铃铛 老鼠的身份来提出这个创意 像我之前有一个脸书官说 我们在面前都可以一小时一小时的请假 那这个对于要照顾家里啊等等非常的方便 那但是当时的拆行系统 它其实不是人事行政总组 或考试院的真正什么法律 完全没有法律为截 它就是一个命令 一个解释 一个系统为截 去说你一定只能半天半天的请假 那这个是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就有人连书 那连书之后就这个非常多人响应 但每个人都是笔名 每个人都是匿名 就都不是用证定来响应 那但是等到最后考试院 因为真的通过了 我们现在都可以每个小时请假了 那一开始的那位马力思乌 那位提案人就跑到我脸书上面 诶这次是要证明了 然后说他是哪里的公务人员 很高兴这个这个提案通过等等 所以大概就是让这些创新 有一个比较公开的可以讨论 但是又不会欺识大家的 拧行的这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就可以让公务体系里面的创新 更容易实现 能纵使没有实现 至少每间的朋友知道存在这些创新 那也可以再把这些创新发展广大 希望能够到这个问题